为什么说能害你的人一定是你的身边人呢 因为外人你根本就不会去相信他 只有自己人的话你才会没有防备 你看当年公子扶苏死在了谁的手里 他的岳父李斯 当年秦始皇在临死的时候 他想立公子扶苏为帝 但是秦始皇死了以后 这件事情就落到了赵高的手里 赵高和扶苏本身就不对付 如果扶苏继位 那么赵高的处境就会很危险 所以赵高要立胡亥为帝 但是这里面卡着一个最关键的人物 是谁呢 那就是当朝宰相李斯 李斯又是扶苏的岳父 怎么办 然后赵高就找李斯谈判 说你虽然是他的岳父 但是以你的才华 以及你和扶苏之间的关系 都比不过蒙田 你再看看历代丞相的下场 商鞅 吕不韦 哪一个下场都很悲惨 如果你想立扶苏为帝 那么你的下场也将会和他们一样 但是如果你要立胡亥为帝 那么你就可以继续当你的丞相 最后李斯就同意了 帮助赵高和胡亥 谋害了自己的女婿扶苏 结果扶苏和蒙田死得不明不白 看懂了吗各位 记住了 凡事遇到重大决策的时候 只相信自己看到的真相 不要相信任何人的诉说